大家好 欢迎来到圣经吉甲 我们的原则是 透过圣灵明白圣经 通过圣经认识圣灵 我们的理念就是 以教导牧养宣教来荣耀神光明国道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就是 光明人爱和平 我们邀请你加入我们的discord讨论区 今节影片要讲的内容是 星期四天路 天路历程作者传记下半部分 1653年 也就是他25岁的那年 他加入了一间非国教的教会 当时英国国教和非国教教会并存 许多不同的宗教团体纷纷产生 有上层的团体和下层的团体 下层的团体通常被称为清教徒教派 起初清教徒是一个绽号 这些人觉得英格兰教会在穿着 宗教仪式和教以上 都与罗马天主教并无一致 因此想淨化教会 摒弃其中许多的宗教仪规 在这些清教徒之间 又有不少分歧 有些人对令纳教会不抱希望 在他们看来 他们的责任似乎就是 留在英格兰国教教会 与那类发生的一切作抗争 还有一群人以辞意见者而文明 他们的另外一些绽号反不为人知 他们觉得英格兰教会已经走得太远 很难再加以纠正 重回、圣经的原则 因此他们认为 除了离开国教教会 别无选择 若看本人加入的就是这样一家 持疑见者的教会 而这间教会在施洗的问题上 倾向于浸讯会的观点 两年后 本人的妻子去世 同年 本人所在的那间教会的牧师 若汉 几福特也去世了 几福特的报道对若汉 本人的一生影响很大 他死后 会还邀请本人作他们的牧师 为他们报道 其实本人并没有受过正式的训练 三年后 即1658年 本人接受了他们的邀请 同一年 伟大的克伦威尔也去世了 他的一个儿子试图掌管政权 但他太软弱无能 许多人对克伦威尔统治下的 持续不断的高压政策早已不满 两年以后 也就是1660年 查理二世重新登上皇位 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复辟 皇室重新成为英国的统治者 随之而来的是对英国国教教会的绝对效忠 议会也从支持清教徒转变为支持国教 这样 国王和议会基本上达成了共识 承认英格兰教会为 不列颠国的唯一的合法教会 在这种情况下 持疑见者的处境日趋艰难 当时 若汉 班洋不紧在他自己的教区传道 而且还探访周围的一些村庄 1660年的一天 当他正在一家农场进行报道的时候 警察以无侧照报道的罪名将他逮捕 那时候 报道许可正指颁法 吸接受英国政府管理 并在英格兰教会登记的注册牧师 法庭对本人的判决是这样的若汉本人 陪德福棍人是一个的劳工 自从年以来他故意不上教堂 自的是国教教会 不听道 却主持数个非法的秘密聚会 扰乱民心 违反了国王陛下的法律 若汉本人因此被判十二年的监禁 他入狱时三十二岁 直到四十四岁才获释 在这期间 他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有时对他的限制非常宽松 他可以到监狱外探访朋友 有时他不能外出 但朋友可以来探访他 有时对他的限制非常严厉 折磨审讯不断 他写到我发现自己疾病前身 站立不稳 我被逼离妻别子 在这个地方忍受骨肉分离之苦 这一切痛苦不仅是源于 我对世俗享乐的贪爱 而且因为我想到 如果我被逼与我可怜的家人分离 他们可能遭遇到的艰难 困苦和贵佛 我那可怜的失明的女儿玛丽 他由其令我牵挂 低 一想到我的玛丽所要忍受的 我就心如刀剿 可怜的孩子 你在这个世上会遇到 怎样的苦难啊 你会被颠打 不得不黑肚 忍机挨我 依不蔽体 还有千千万万 无法想象得到的灾难 我是不能见到你们 但愿这风而能把我的思念 吹到你们心里 那 我也要提醒自己 要把你们都加在神的手里 可是离开你们实在让我痛心 一千六百七十二年 他终于获得赦免 新国皇义于复兴罗马天主教 为此 他作了一个政策性的决定 释放所有的持异见者 企图让这些人在推行英国国教的国团体之间 引起更多的纠纷 以便可以逐步削弱他们的势力 就这样 约翰本人获得了释放 获释后 他马上重返港坛 在各村之间巡回港道 约翰 欧盟是本人最熟悉的清教徒作家之一 他共有二十多部作品流传于世 他当时是国王的大臣 是一位法庭报道家 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他到伦敦地区时 常常去听约翰 本人报道 一次 国王听说约翰 欧盟常去听本人讲道 就问欧盟 我不明白像你这样一个学释广博的人 为什么要去听一个从未受过教育 未受过训练的人讲道 若看欧盟回答得非常巧妙闭下 若我能拥有那宝窝像报道的能力 我宁愿放弃我的知识 若看本人在报道方面的 因此的确是独一无二的 他能巧妙地抓住听众的心 在写作上也如此 我们可以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他独特的风格 1675年年底 他第二次被投入监狱 这次有事因为根据法令 传道人必须持有执照才能报道 本人的罪名是非法传教 幸运的是 这次监禁持续了不到一年 这样 若看本人一生中共有13年 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他心里一定常常纳门 如果神果真呼召我传道 为什么我会在监狱里来这么多年 使我这么多年与会众分离 我本可以报更多的道 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为什么呢 如果一个人回首往事 他肯定能发现自己饱经磨难的原因 正是在欲中期间 本人得以全力以赴地赞写 天路历程 这本书日后成为历世历代读者的祝福 这想必是本人从来没有预料到的 但神确实这样成就了 本人在第一次监禁时着手写这本书 大约是在第二次监禁时完成的 因他第二次出欲后 天路历程 便首次出版 这本书流传之广 翻译的文字之多 仅次于圣经 人们读的次数越多 越深入 就越会发现他事如此优美 如此生动地超视了神圣的真理 书中有许多地方 与主耶稣用比喻 讲道时的风格很类似 本人用通俗异动的方法 揭示了心目的真理 后来 若看本人赞写了 天路历程 第二部分 第一部分 也是主要部分 讲述的是一个名叫基督徒的人 离开毁灭城 奔向天国城 这个故事有很大一部分 取材于本人自己的生平 以及他生命中 不同时期悔改的历程 他自己生活中经历的 许多是在基督徒的天路遭遇中得以反映 事奉多年 本人亲眼目睹 许多人走过了同样的历程 同时主也用不同的方法引领他们 在同一条天路上经历不同的事 进入不同的广道和深度 他从中取材 写要该书的第二部分 这回主人公不再是基督徒 而是女基督徒 他以他在事奉中所见的不同的人 和他们的生活作原形 描写要基督徒的妻子和几个邻居的经历 在这里我们略举一个例子 在书中有一位害怕先生 他走的路与勇敢先生不同 甚至可以说是大相敬庭 他们行的是同一条路 遇到同样的关键时刻 但他们行路的途径 应付的方式却很不相同 可见神在形式方面是不拘泥的 若汉本人俗于1688年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有一位父亲将其子赶出家门 因他离家出走 这个年轻人到了本人那里 要求他与其父谈一谈 以便能与父亲和好 本人其马无语赶去 见到了那个父亲 父子两在他的劝说下和好 但本人由始得了重感冒 并死于此 死时离他60岁的生日 还差两个月 好了 今节影片就讲到这里 我们是圣经吉甲 我们邀请你加入我们的 Discord讨论区 我们邀请你分享赞好订阅留言 我们是圣经吉甲 影片完结祝福大家